你好我是韓國民是打假和講老 就在今天6月17日一直到 非常多大陸朋友非常興奮 傳給韓國人這則新聞 那這則新聞也就是啊 中國大陸第三艘航母下水了 然後這艘航母非常巧 他就命名為福建艦 因為近期韓國人就去了福建的福州 當然啦焦點回到台灣的話 已經非常多人就會用政治去解讀 會覺得這福建艦該不會是要對付台灣人的吧 是我個人看到這個新聞啊 其實對於我的內心講坦白 我是非常開心的 尤其啊今天非常多新聞啊 都是告訴大家這個福建艦是直接跨上了 8萬噸級的大型航母門檻 而且啊用了跟美國最新航母一樣的 電磁彈射技術啊 真的我不得不說 大陸在我短短來這幾個月啊 真的讓我非常的驚訝 各位不要忘了前幾週才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中國大陸成功發射神舟14號 那這次神舟14號任務就是要把宇宙的空間站 也就是大陸第一個空間站建設完畢 短短這幾週又加上今天的福建街 各位這都是歷史耶 其實坦白告訴各位 我現在看這些事情角度 我已經完完全全不是停留在兩岸之間 的一些紛紛擾擾 在韓國人的眼裡來說 基本上台灣已經是沒有這個局了 基本上現在要挑起色就是美方 所以現在世界把它統稱就是中美之間的角力嘛 今天台灣的角色只是要牽制 大陸成長的速度 然後是幫助美方的 請問一下台灣有什麼航母 台灣只有前陣子 哇我們蔡同學是瘋狂大內宣的 一艘軍艦叫玉山軍艦啊 當時新聞還報導說啊 玉山軍艦測試時大量的漏水啊 然後台船坦岩操作過程忽略一些事項 所以各位兩岸的差距已經非常的懸殊了 基本上今天大家只會考慮到 尤其台灣很多朋友只會考慮到 哇大陸大家來美國會不會幫 當你去想人家打我們 人家會不會幫忙的時候 你就已經輸了 所以為什麼韓國人不斷的去講這一題 我並不是說啊 我一定多愛舔大陸啊怎麼樣之類的 我今天要告訴大家 尤其西方為首的這些集團 不斷要破壞兩岸的關係 然後加上台灣的這一些 不管民進黨要理應外合 要幫助老美去牽制中國大陸的成長 各位你們曾幾何時 忘了你的民族是什麼呢 我們講的語言是什麼 到了此時此刻 韓國人也給大家看過我們的護照 都顯得穿拿 所以今天韓國人我們看的角度 非常清楚也就是美國破壞我們的民族 所以這已經不是啊 台灣我們能不能投票什麼民不民族 不是不是各位完全不是 當然啦台灣媒體絕對不會放過大家 你看像這個媒體的標題就直接寫 中國大陸第三艘航母 今下水命名為福建號 對台灣極有針對性 你看就直接用針對性來去講 這些航母是為了武統台灣嗎 當然不是啊 還是要因應這些西方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來到我們的南海 為什麼他每次都可以繞著我們的附近走來走去 就這麼沒尊嚴 就是要讓他們這樣子白嫖嗎 各位朋友 但是各位今天福建艦下水 其實大家最關注 尤其美國一定都最關注 也就是電磁彈射這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到底有什麼厲害的 可能有些決心講 電磁彈射是什麼 我也不懂 那講簡單啦 這個彈射系統也就是 把艦載機送上去的一種方式 那航空母艦它最主要它的戰力 也就是要靠這些艦載機 也就是在航空母艦的戰鬥機 所以今天起飛的快速 以及機上能搭配更好的這些武器 它是成為這航母有沒有戰力 然後能在這個戰場能快速應戰 最主要的關鍵原因 電磁彈射為什麼只有中國大陸 現在有跟美國有 因為各國的海軍它有不同的預算 有些人有錢有些人窮 那現階段航空母有三種起飛方式 第一種就是滑越起飛 第二種就是彈射起飛 第三種就是美國F-35那種垂直起飛 那每一群的海軍通常都是用 傳統的滑越起飛 那滑越起飛的重量及效率 不如彈射 那作戰當然也是遠低於彈射 那掛載的武器數量也當然是低於彈射 那這次大陸的電磁彈射啊 是直接跳過所謂的蒸汽彈射 像蒸汽彈射 美國的尼米茲航母啊 就用四臺蒸汽彈射 全功率啊運行啊 能在五分鐘之內彈射12架飛機 所以也是非常有效率 這已經是很多國家都做不到的哦 蒸汽彈射 但是今天大陸直接跳躍蒸汽彈射 因為蒸汽彈射 也有非常大的一個致命問題啊 蒸汽彈射它必須要有 配備蒸汽的儲罐啊 還有非常多的設備啊 還要等到熱水滾了 才生足夠的蒸汽啊 這就需要時間嘛 那還有啊蒸汽系統太過龐大 全重接近500噸 這也佔了航母非常大的空間 所以因為有這些問題嘛 美國啊這種先進的國家 基本上就會往電磁彈射的技術去發展嘛 那電磁彈射啊 也就是將電能轉換成磁能再轉換成動能 電磁的優點也是啊 體積比蒸汽彈射來的小 重量小於280噸啊 哇那比剛剛500噸小了一半啦各位 然後操作人員維護工作啊 減少了三成 遠勝於蒸汽彈射啊 它也能讓艦載機超高速的投入戰鬥啊 起飛重量可在2噸到70噸調整啊 那美國最先進的福特級航母啊 就是加裝這個電磁啊 那美國這個福特級航母 日出動的艦載機達到300多架次啊 所以你看效率多麼高 那當然有些人會想說 這次大陸的003航母 它不是核動力的 它要怎麼樣去推動這所謂的電磁呢 那基本上啊 你真的深入去研究啊 它的電磁啊 像美國這個最先進有配有電磁的 這個福特級的航母 雖然它是核動力的 但是其實核動力啊 也沒辦法完完全全去推動這個電磁 所以它必須要額外安裝獨立的發電機組 來去推動這個電磁 這次這個技術非常的困難 然後中國大陸竟然能做到 這也是中國大陸自製航母 非常大的跨世紀突破 那接下來就是要往核動力了 所以福建號也算是 大陸這個航母的轉捩點 那很多人當然就會問啊 為什麼叫福建號啊 那有些人說會不會是跟台灣有關 那但是韓國人啊 我細細的去看啊 那你一去查也跟台灣朋友報告 中國大陸海軍啊 它有個完善有序的命名的規則 那韓國母艦都是以省籍行政區名稱為命名啊 例如遼寧嘛還有山東號嘛 這次叫福建號啊 那我個人有看到一些留言啊 我也蠻認同的 有些留言說啊 就是因應 像之前韓國人有去了 聽到的名稱也就是馬尾傳政局 那馬尾傳政局啊 在1866年8月19 由左宗棠啊在福州馬尾設立啊 那當時啊這個傳政局啊 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新式的造船廠 也是清朝政府經營最大的造船廠 韓國人有幸就去參觀了 尤其當時傳政局有做出一個平遠艦啦 是福州傳政局首次自行設計建造的全鋼甲軍艦 所以我覺得這支叫福建艦也是大陸哇 一個全新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可能跟福州傳政局 這個平遠艦都有一個時代的意涵 那航母就是用審計單位來去命名嘛 所以用福建艦 這是韓國人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人的言論 我覺得蠻認同的 那我剛好 我也去到馬尾傳政局 所以最後韓國人非常開心啊 今年又能見證到 中國大陸非常重要的歷史 我之前可能沒辦法 見證這個馬尾傳政局 但是我現在可以見證到這個福建艦 尤其他用的這些全新的系統 而且各位真的 中國大陸的海軍的數量也已經超過美國之下 我們可以不用稱霸 但是各位 我們不要再被這些西方分裂我們這個民族 這才是今天韓國人看到核心的問題 我也希望台灣朋友們搞清楚 我們已經不是這場局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場局在我們這個整個中華民族來說 都是需要用智慧來去對待的 不要再用著意識形態 不要再被這些政客西方所影響 好好為自己民族的崛起盡一份心力 不要成為扯後腿的那個人 結束